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你也提出了若干的问题 但是COVID也使得相关科技更加加快地发展 比如COVID是令到5G的发展再增加 其实5G也很重要 因为5G会帮助这些游戏的实感更好 比如虚拟实体 虚拟实体 也需要5G 玩游戏的速度也需要5G 5G的发展会令到 使用家对他们打机的经验 会更好 所以这方面 可以补偿到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我觉得 这个是潜在 可能对游戏机市场的推动力 第一就是5G的发展 除此之外 你还发现什么特别的原因 可以支持中至长期的行业 是一些结构性的转变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觉得几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有很多游戏的用家 其实他们是免费下载了游戏 但他们是没有付钱的 免费加值吗? 那些叫做 免费下载 F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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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只有3乘8的用家 是真的付钱的 那3乘8其实都挺低的 如果他们是想一些 比较好的经验 譬如说他们想升级 升级就要买武器 那又要付钱 那另外如果他们想 是一些 那些游戏的新的版 就是每一个游戏都有新的版 你如果想下载了 你就要付钱 那我们就认为 其实 遲早 很多用家 都会 在这方面 都会付钱 那这方面 就是一路一路 有一个雪球的效果 譬如说 你和别人玩 你的朋友 每个人开始付钱 你不付 那你没得和别人玩 没那个武器 没得升级 所以我们觉得 这方面 是有很大的潜力 在这里